嗨 大家好 这是山某人 欢迎到本期的新品苏莱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华硕的这款小机箱 每次折腾都有新的发现 现在告诉大家我的结论 它真的很能装 作为华硕Premie系列的新款小机箱 这款冰地风它的包装非常的简洁 正面是图片 反面是一些特色 打开包装还是熟悉的珍珠绵腆充 摸一摸手感 嗯 没错 是太阳神的感觉 这款机箱的整体采用了钢板材质 各处挡板的系列处理都非常的到位 相比常见的圆孔 它的面板采用的是方孔 增大的近期面积 也能浅浅地看见内部的RGB 要是能够再给一个磁吸的防尘网就好了 可以有效地减少机箱内部的灰尘 光看外观就知道 它的散热应该不错 六个面均有大面积的通风开孔 前面板顶部两侧 一共四块面板都采用了面工具的卡扣设计 并且都留出了方便拆卸的抠手 左右面板还贴心地提供了仿掉落设计 更加方便玩家单手拆装 并且它的IO接口和开机按键都放在了前列 就很适合摆在桌子上 接口在前面用起来就会更加的顺手 前置IO提供了两个5G的A扣 一个10G的C扣 以及耳机和麦克风的3.5毫米接口 值得一说的是 它的走线都采用了90度的下折 里头上会更加方便电源和冷排的安装 你可以带来更好的走线体验 机箱在侧面的电源仓位置提供了一块挡板 起到了遮挡线材和加固机箱的作用 不得不说 加上它之后 机箱的结构会更加的坚固 并且在安装的时候 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下半部分先进去 上半部分再进去 背后预装了一把同色的120毫米风扇 可以用作出气 这一点确实还是很棒的 这款机箱可以容纳MATX主板 以及170毫米的风冷和360水冷 机箱支持160-180毫米的ATX电源 建议选择是160毫米的短电源 电源仓的安装位可以有三档条件 可以通过不同的位置和电源散热显卡之间 组合出多种的兼容方式 大致上可以有三种兼容情况 第一种 不安装电源仓上方的风扇 电源仓挂在最上面一档 可以支持180毫米的长电源 以及338毫米长度的显卡 第二种 安装电源仓上部风扇 电源仓挂在中间的一档 可以支持160毫米长度电源 同时支持338毫米长度的显卡 第三种 安装360毫米水冷 电源仓只能挂在最下面一档 可以支持180毫米电源 以及320毫米长度的显卡 在机箱的顶部 支持安装三把120风扇 在底部理论上只是两把风扇 剩下的位置是让你藏线用的 如果说你的模组线够整齐 你也可以安装第三把风扇 只是没有给你提供对应的螺丝孔 带着可以直接拧在方空里 拆掉背板可以看一下背后的走线区域 预留的空间非常充足 还有一个三根模束线宝带 可以更好地方便藏线 接下来就是给它装个机 这里先建议你安装电源 把电源固定在电源仓里 把模组线预线的连接好 我这里使用的是ROG的雷银1000瓦 实测完全可以塞得进去 并且走线空间也很充足 再其次我建议先组装水冷 360毫米水冷的话 水管需要走在左侧 并且建议提前把风扇的线连接好 固定在冷排背后 接头对应好位置 我这里选择的是小白龙2代360 新款的小白龙同化搭载了 阿斯泰克的7代冷铜 在水梦效能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最关键的是它不需要SATA供电 装好之后背后只有一根USB线材 非常省事而且好装 再然后就是安装主板 主板主打华硕的B660M重炮手 作为TUF系列的真箱型号 它到达了10加一项DMOS供电模组 所以即使是12900F也可以带 带着和祖传的i7-12700 用的是轻轻松松 再给你存来一个AI智能超频 用起来的感觉就很爽 那顺便提一下 华硕主板这是非人为损害一年换新 所以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 最后就是显卡部分了 因为我安装了360毫米水冷 显卡只支持安装320毫米的尺寸 但对于这张68XT来说 完全足够 在安装完成之后 整体的效果显得非常间接 不管是配合游戏桌面还是Mac桌面 它的所有配件里面最吸引眼球的那一个 接下来就是水冷测试 小白龙在调出之后非常安静 无线接近于房间的背景噪音 空载带机温度平均30度 空载带机功耗平均67瓦 用户位置带机噪音34.8度B 贴近侧板带机噪音37.4度B 双烤了15分钟 CPU平均温度68度 显卡的平均温度68.7度 转接功耗561W 用户位置满载噪音46.4度B 贴近侧板满载噪音53.2度B 那么最后还是熟悉的问题 它值不值得买呢 因为这款机箱寄贡的充足兼容性 使得不管是你预算不多 用它配一套入门的风能主机 还是你预算很多 用它装一套顶级的12900K 配3090都不在话下 它的售中还是非常广泛的 现在大家在追求新的紧凑型机箱 华社这款新品 确实给了众多玩家一个新的选择 首发499元的价格 对于一款小机箱来说并不算贵 买的不仅仅是机箱 而是对于品质的追求 OK 我们就把这些证明的全部都用了 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想要测的 我会在后续的视频中继续补充 请一听不要忘了点赞 投币 转发 速度三连 也不要忘了给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